我們看到第26題 他說有個質量小M的行星到質量大M的太陽做 橢圓軌道運動 好來畫個橢圓 太陽在哪裡 正中央不對 旁邊有一點叫做什麼 焦點 然後呢近日距是小R 遠日距3R 然後呢問你這個行星的最大動能是多少 看起來好像沒頭沒尾的對不對 來這個問題其實不會很困難 來現在注意看喔 我們知道呢 近日點跟遠日點在哪裡跑得比較快 近日點對不對 那以前我們在講等面積的時候曾經導過一個公式 叫V1R1等於V2R2對不對 所以假設這裡是V 這裡應該是什麼 3V 你從角動量守恆來看 P垂直乘R要等於P垂直乘R 好 如果不清楚我在念什麼 在私底下來找老師 好 所以呢 如果這個速率呢是 1比3啊 那我們可以發現呢 近日點跟遠日點的動能應該是多少 因為1K等於2分之1mv平方 所以你的速率如果是3倍 那你的動能應該是9倍 所以假設你在遠日點動能是1K 近日點應該是9個1K OK齁 只用力學能守恆 這個要記得喔 這一題要用力學能守恆 好 近日點的動能是不是9個1K 啊 位能呢 負的 R分之 G N M 好 來 然後 遠日點的動能是1K 位能是 負的 R分之 G N M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把它移向一下喔 8個1K 移到左邊 3R分之2 G N M 可以跟得上嗎 好 來 所以1K等於什麼 把它消掉一個 剩下4點掉 好 所以這個12R分之G N 啊 這個是不是答案 不是啊 他要問你什麼 行星的最大動能 在哪裡 當然在近日點 因為近日點的位能是最小的 所以動能是最大的 好 啊 最大動能是多少 我們當然知道 最大動能是9EK 最大的動能是9EK 那 最大的動能是9EK 4分之3R分之G N N 好 答案是 諸選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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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